那個Loading在旁 不是第一夜 第一夜很重要 因為我們的主視覺很漂亮 它是開源新手村 我們曾經在六月的線上 黑客松跟大家見過面 那個時候的主角是跟大家見過傑瑞 好那現在就是開源新手村專案 已經陸續有進展 有更多村民入住了 所以想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新的進度 那今天可能有些新朋友沒有聽過 開源新手村 所以我們就從建村總綱領開始介紹 那也許這邊的人 就曾經有跟親朋好友想要推坑 他們來參加開源社群的經驗 那他們如果不是 資訊產業的話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曾經 跟你們說過欸可是我不會Coding欸 那開源不是開放軟體嗎 那我不會寫程式可以來參加嗎 其實我也不是Coding的背景 那老實說我當初也是鼓起很大的勇氣 才敢就是一個人來參加 是真的就是還是有些門檻在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桌遊呢 可以打破開源人等於技術人的迷思 讓更多不同領域 不同專長的人都可以放心 加入貢獻開源的行列 那同時我們也在這個桌遊裡面呢 放入各式各樣的開源專案 那包括可能開放原始碼 開放資料開放政府 這三個領域國內外的相關專案 那希望大家透過這個遊戲去認識 就是開源其實有各式各樣不同 形形色色的專案 那不一樣的背景的人都可以加入 就是簡單來說就是一個 讓推廣者有更好去推坑別人的媒介 好那就是我們的桌遊 融入了這幾個就是角色 那包括就是文字工作者 法務人員工程師一體工作者 行銷公關美術設計量公務員 因為我們希望讓玩家認識到說 不一樣的專業背景 都可以對開源生態系有所貢獻 那這是我們的開發進度 那其實就跟六月的時候長的一樣 我們還在設計階段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武漢肺炎 襲來我們本來就是在六月那陣子 就希望可以目擊大家遊戲體驗的回饋 可是就沒有辦法進行實體的聚會 那幸好我們可靠的夥伴 他們還是開發在線上測試版 所以像在Seekon Camp 有目擊大家的一些初步體驗回饋 那我們現在希望也可以就是進展到第四階段 然後有PMP版本 以及實體的版本 未來也會有那個教育推廣的階段 因此希望今天在這邊目擊大家的實體版的體驗回饋 我們有帶了prototype來 那規則來玩就知道了 所以今天這個專案真的只是需要大家 來一起跟我們玩遊戲 那會有開兩場的時間 會有完整的介紹 還有host來帶 那同時我們也尋找平面設計師入坑 那如果沒時間也歡迎來看我們的網站 那這是一款就是開園的桌遊 所有的素材都會是在放到線上開園 那實體的版本也會供大家以後可以download 自己自製自己社群的桌遊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拿去好好的推廣交流 甚至以後可以放到校園 推坑更多新鮮的乾加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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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